在迪菲尔的洗衣裏 經過了這半年在迪菲尔的洗衣裏之後 小孩子整個長大 蛻變 不一樣的一個小孩子 情緒好了 人際關係好了 他的成績自然就上去了 比較冷靜會處理事情 比較不會一直覺得同學都一直在講壞話 自己的變得比較不會生氣 情緒比較不會那麼爆炸 生幼三四年級 我們知道他有情緒問題的時候 沒有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可以幫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怎麼帶這個小孩子 我真的很無助 不知道怎麼去幫這個小孩子 但我知道他沒有錯 有一個有情緒的小孩子他沒有錯 他只是不知道怎麼樣去釋放他的情緒 我知道上網搜尋的情緒 直接跳出迪菲尔 我來迪菲尔之前我是情緒暴躁 在學校常常就是生氣 因為在學校同學還是會就是不理我 會把我當霸王 生幼那時候已經六年級了 我真的不抱任何的希望 因為這麼大的小孩子很難去改變他 所以當初是抱著 鼓起一絲的心來到了迪菲尔 在學校沒有聽過老師讚美我家孩子 所以當老師在讚美我的孩子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老師看到的是不同的面 那媽媽每天看到的就是聯絡部被寫 很難過真的很難過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那還好來到迪菲尔 應該是來這邊就覺得想要改變自己 後來我發現原來帶生幼要用不同的方式來帶他 那他會很快樂我們也會很高興 在迪菲尔可以自由地吸吸 控制自己的脾氣 可以認識新的同學 然後會讓自己更不一樣 有一次老師跟我講他今天情緒來了 可是他不是用哭鬧的方式 老師說他跟他講他需要去廁所十分鐘 那我相信這個就是他的改變的開始 因為他知道說我的情緒來了 我需要去冷靜下來才能夠再回教室 他已經找到方式 我跟老師都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慢慢的在長大 希望國中可以更努力 然後不要再發脾氣 讓他們來發現不同 謝謝迪菲尔這麼多老師 陪伴生幼那時候曾經在這裡哭鬧 三四個小時的老師 短短在迪菲尔的半年之間 他改變真的很大 兩邊都一起進步 孩子快樂 媽媽快樂 全家人大家都很快樂 謝謝老師教導我 讓我進步 非常喜歡現在的自己 溫和自己 謝謝媽媽陪我走過來 辛苦了